各位早晨,香港的公立医院,即教育医院又出事了 今次有个六岁的女孩,她很有趣,叫周天悦 在18年时确诊了一个肿瘤 上年5月就在玛丽医院进行切割手术 然后是因为延迟了输血,现在是变成殖民人 她的父母很多次要到医院交代整件事 上年10月底才获得书面回复 但当然那些医生是没有人要负责的 所以她的父母创立了一个Facebook 最近开始有不同的媒体报导 整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医疗失误 政府医院最近不用负责 为什么要教育医院呢? 这个字不是普通人说的,是在里面做的公立医生说的 我经常说,在里面做的医生,他们自己有事都不会在医院 除非你是高官,除非你是在香港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你去到公立医院,可能你真的会受到一个很好的待遇 但对一般人来说,你有没有见过何鸿珊 当时会去公立医院医医? 你有没有见过任何社会地位的人 有什么事,或者生孩子分娩的时候 会去公立医院呢? 我经常听到很多怀孕的女人说 要去公立医院,设备会好些 真的不要发蒙 香港公立医院,我想全世界都数一数而差 说就有免费医疗 很多时候大陆那些移民公司 帮大陆人申请到香港移民公司 就说香港医疗福利好,中心免费 你试问一下香港医疗质素 你们有个公立医院的人都知道 其实你是有在思想 根本上有任何医疗失误 他们是完全不会负责的 里面的人,除了是刚刚读完医科出来的人 真是一个完全是一间学校式 不如实习,或者你生孩子的时候 可能有九千多个人在你面前 看着你如何分娩 那个预起思想的代价 你是不会有人跟你揹拼 好的医生不会在里面 在里面工作的医生有事 或者想做任何小手术或大手术 他们都会尽量选回他们的行业出名医生 而好的医生往往都是去了私家医院 当我看回这个女孩周天元 还没入院之前的照片 她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最后这条片是她躺在病床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因为她现在应该是忽迷不省 已经是一个植物人 就是懂得开合眼 反应都给不了父母 她这对父母为什么要不断说 甚至要放一个Facebook page出来 让人知道 因为香港人是这样的 尤其是一些机构 或者政府机构 你不让开不让 给传媒他们是不会跟进的 因为没有压迫 没有什么 总之弄死你 或者弄死你下一代的小朋友 他们是完全不用揹拼的 所有事情都是保障他们自己 远方他们父母说 远方多次挤牙膏的方式 交代事件 避重就轻推射责任 因为手术当日明明有合适 这个女生的血液 但因为医护人员疏忽被视 又不沟通 误会了这些血液是不可以用 错上加错的情况下 令到这个女生六岁的小孩 受了不必的痛苦 现在她的老婆其实 严重受损成了植物人 很惨 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但现在她是 你都猜到香港政府 尤其是医管局 这个垃圾的医管局 连终发生那么多医疗事故 其实近乎他们完全一单都不用揹拼 医生也没有说要停牌 读而此类 反而你说外面 那些美容外科 弄到女人抽脂 然后死了 那些要揹拼 但你留意一下 政府医院的医生往往都不用揹拼 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你没有什么医德 或者你的技术很差 因为你知道做医生不是你读书 你对手都要做 你是一个差异的医生人 只是拿了考了 就是进了医学院之后 其实出来就最好蹲在政府医院一世了 也代表了如果你发生什么事 其实你会有很多人去保你 家属如何追究 都不会追到你进去 垃圾的医生 你听我说 垃圾的医生是在政府医院的 全香港最垃圾的人 就在政府医院了 你们觉得没问题的 你们就去看 政府医院对我来说 我觉得只适合看伤风感冒 看一些不用开刀 你不用睡在手术桌上的东西 任何但凡要睡在手术桌上的东西 你们是一个普通人 其实你也要借回私家医院看 另外最后我看了一部电影 也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篇 也是每一部都发生在你和我之间的故事 但很少被人拿出来说 当时人们不会说 那个兽父也不会说 妈妈也不会说 也在说一个家 妈妈很穷 担着女儿 单亲妈妈最喜欢做什么 就是再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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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男人找男人找男人 被她找了一个男人 接着就在一起同居 那个女儿在那 那时候的女儿九岁 开始被她爸爸搞 或者后父搞 应该说 被妈妈的男朋友搞 她的女儿其实是很想保护自己 很想妈妈知道 她也知道妈妈是知道的 因为她绑在床上 她们之间如何睡觉 妈妈和爸爸睡一张床 隔着糖帘 旁边的床就是女儿 那时候他九岁 她就把铃铃在床上 当她那个所谓的男朋友 后父 他搞她自己的时候 床是会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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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醒 说了些雜物 想给妈妈知道 妈妈知道 但是不醒 也不想因为这样而赶走 男朋友也更加不会报警 这些事情是比比皆是 我敢说 我只是用香港来计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担着一个女儿 再去找一个男人结婚 这个男人对你女儿有非分之想 甚至作出性侵的行为 那个百分比我也是高达百分之八十 这一件事不是我把口说的 是一个做这些性暴力的社工和我说的 比例是相当之高 但是选择报警的人少之有少 因为你的事主不报警 或者是你妈妈不报警 或者大家都想尿一件事 一般都是可能找社工处理 所以她是接触得最多的 而且当你报警的时候 你又要上庭 要把很多东西挖出来说 全世界都知道 很多时候这些男人都可能 就算她们低下阶层 她们都是给药杆的钱 那女人 或者那女人很想 不想做寡妇 不想单拖 被人看少 你都知道 那些女人会觉得 没了男人会死的 那继续被那女人搞 去到那套电影是说的 去到那女人11岁左右 其实是不断被她继父搞的 只不过因为未有月经 她是不会怀疑 但是她仍然有阴道 她不断被她搞 11岁的时候 她妈妈是疯狂地打 即是是疾导的女人 为什么 我的男人 即是勾引我的男人 会是这样去想法 这种想法也不是稀奇的 就是当你很喜欢一个男人 或者你都觉得自己的女人 你很不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些想法产生 我都说了 我自己身边也有这些例子 我一个都很亲密的 认识的人 他也是被他爸爸 去性侵过很多次 在他小时候 他妈妈也是知道的 那其实你说有没有报警 整件事都是没有报过警 这件事你们可以看回 我讲乱伦那条片 香港这些例子 绝大多数 都是不会用一个正规的方式 而且呢 假设爸爸去搞的女人 最近在新闻也有很多 有时多到我以为 同一单 其实原来是不同一单 他们的处理方法 其实都是很多 譬如家婆 或者怎样的 就会劝你的孤儿子 算了 不要了 可能是个女儿 他认识有个爸爸 亲生也好 后父 男朋友 妈妈的男朋友也好 总之就是没有了一件事 尽量都相比暗口费 令到自己的儿子 或者自己的老公 或者自己的哥哥 不需要坐牢 大部分人都会姑息 还有很多人来说 其实强奸这件事 不是一样那么严重的事情 他们觉得你躺在那里 抹着脚脱衣服 你借个器官给我用一下 你问一下男人 其实不是那么多男人 会觉得强奸这件事那么严重 所以为什么会不断不断发生一些 所谓亲父搞自己的女儿 或者后父性侵呢 那部电影我想我因为版权问题 不方便摆上来 但是看过的人会知道 这部电影也是很沉重 也是反映着香港的那种 家庭的伦理关系 你们眼见很多女人真的 离婚之后 他们最急切 不是去想想 如何给子女 有一个好的家庭 离婚和男人和老公 和孩子的爸爸 分开了之后 他们很急切去找下一村 是很急切 会扮到自己一只猪 常常去街上 然后就可能扔个小朋友给工人 或者先给自己的妈妈 照着 然后自己就去找孩子 在交友APP也好 去约炮网也好 或者去走出去认识 总之怎么都要认识到一个男人为止 他身边的朋友都会 快点认识另一个 接着 然后去找到一个人 他们觉得可以结婚 不管男人是什么背景 亦都不会理他 有没有子女 有没有前妻 在前 nerd 总之这个男人肯选择他 基本上就在一起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贬货 哎呀 瘟了这个女儿自己没什么钱 又没什么本事 然后他就急切去找他 这些这样的妈妈的男朋友去搅女儿 甚至结婚后父搅子的女儿 其实是比比街市 大家觉得以正视听 不要去避开这些话题 觉得这些是少数 你们留意一下新闻 今年是有多少单要说出来上迷听 更加更加多的 其实是完全是不会说 根本当事人和妈妈都不会报警